Hi,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我是小瑞,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大家期待已久的Runway Gen2目前正在Discord进行公测 昨天官网上也终于开放了Gen1版本给大家试用 小瑞也在第一时间赶去做了测试 打开Runway的官网你会看到大大的字 Everything you need to make anything you want 非常激励人心的表达 字的上方就有Gen1 Now Available in App, Try Now 点进来就可以体验了 当然你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登录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它的付费计划 我们还是先免费体验过再说 这个留在最后看吧 Runway有很多人工智能魔术工具处理图片或是视频 今天我们直接来测试Gen1 为节省时间 小瑞在Pixabay上找了一段一个女生拨弄头发 抬头看向镜头的视频 把它传上来后 我们来看右侧的参数 最上的Style Reference有三种模式 第一个是通过一张图片来指导视频变化的风格 第二个是预设 里面有些风格可选 第三是通过文字Prompt来告诉它想要什么 下面的设置你可以直接调整Style Strength的比例 也可以通过高级模式来调整具体的参数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点开下面的Learn How Gen1 Settings Work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说明非常清晰明了 从上至下 第一个 风格一致性 数值越高 生成视频与输入视频的变化会更大 推荐值是0到5 第二个 风格Weight 数值高会更加强调匹配样式 推荐值是7.5到12.5 第三个 种子 锁定数字 可以在多个剪辑中重新创建相同的风格 第四个 真一致性 Frame Consistency 大于1的只会增加真与先前真的相关程度 推荐值是1到1.25 放大和去水印 我们不去管它 只影响前景和背景 也很好理解 好了 回来把这些参数按照教学依次调整 最下的这个比较差是我们勾选上 播放时可以更好的语言视频做比较 点击生成 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我选的是一张由Mid Journey绘制的宫崎骏风格的女孩图片 我想要生成一个同样风格的视频 同时希望视频中的女人会被图片上的女孩取代 哇 出来了 风格有变化 人物呢 虽然不太像图片上的女孩 但是我看到 她戴上了眼镜 好的 我们再是一张图片 这张也是Mid Journey绘制的 我们来看看 这种只有一张脸的图片 会对原视频产生怎样的影响 参数几乎和之前的一样 好了出来了 这个 乍一看 挺惊悚的 哈哈 再看 也还好啦 原视频中的人物形象 几乎完全转换成了图片上的 虽然还不太像 接下来我要试试预设的效果 换一个视频 一个男生在锻炼身体 预设里面有黏土水彩 折纸笔墨等等 我选了笔墨风格 好了出来了 有笔墨风格生成的内容 有些太简洁是不是 不过这样的小动画 也很有特点 最后我们来测试 由文本prompt来影响视频的生成 我没有看到有胶这里 要怎么写prompt 所以我就随便写了 我们还用第一次上传的视频 让它生成一个女人 在河里划船怎么样 A woman is rowing a small boat on a scenic river 我觉得这难度挺大的 参数设计 还是依照推荐值调整 她果然做出来了 虽然这个女人 好像年纪变大了 哈哈 注意看后面的背景里 水波也有在浮动 毕竟是初代产品 这效果还可以了 四段视频一起播放一下 最后我们再来看她的收费计划 标准会员的学分 似乎也不够多 按照提示 每秒钟要消耗掉14个呢 我想 您可以在测试过 真2后 再决定是否付费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 我的视频有趣 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恩 感谢您的观看